Zither Harp 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 尊敬的诸位老师 诸位大德慈悲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接着上一堂课 讲到理智用何为贵 我们就了解到 修行 第一个 把感受放淡 从淡到没有 一下子做不到 但是可以做到放淡 所以修行的过程呢 从淡 然后慢慢到放 到让 这就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我们果然能够在感受上面 放下 放下就不计较 大家想想看 这样的一个 人生的改变 首先反映在哪里呢 反映在心量扩大 这计较少的人 心量大 很计较的人 心量很小 好 那我们讲到这个 看到人为什么 心量小的 很计较 好 所以要学 于人无争 于事无求 好 争跟求 都是痛苦的根源 好 都是什么呢 心量 狭小 所造成的问题 哎呀 学佛大 心量大 好 我们不要说到学佛了 想到儒家 儒家心量都大 好 世书里面呢 讲大学 好 古人给他的注解 为什么叫大学呢 大学叫大人之学 那他说那个大人 值的就是心量 不是说我们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了 我们叫大人 那个是叫小孩 那个叫老人 不是这个意思 他那个大是指心量 那什么样的心量 才能成为大呢 没有边 有边 有边就小 没有我们这个 处所大不大呢 不大 为什么他有边 只要有外面 只要有外就小 所以大的概念是什么 其大 大无外 其小无内 那叫大 这就是新兴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学佛 为了见性 目的在见性 那我们跟人家争 心量很小小 大家想想看 相不相应呢 他就不相应 与学佛就不相应 所以很难得到结果 往生 早上我们听法师的开示 知道 比通途的法门容易 但是呢 带着争论的心 会产生障碍 障碍 往生 这些都是我们要 很认真去 探讨的一个课题 我们来这里 你看这叫说 报恩的一个法会 追思纪念 乱家接受 老师的教诲 念念不忘老师 得到老师的好处 能够把老师的好处 转变成生活 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这就是报恩 所以我们因为 殊胜的因缘 能够让我们彼此 虽然不认识 能在这里 齐聚一堂 这个因缘 不能说 不殊胜 怎么样能够 不辜负这个缘分呢 我们用心的来落实 首先放下对立 和谐才会出来 理智用何为贵 理的作用是何 如果没有净 就不可能有何 所以我们时常在探讨 团体跟团体之间 为什么还有冲突 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还有冲突 乃至于政党跟政党之间 国家跟国家之间 那这些冲突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不敬 我看不起你 你看不起我 那刚刚讲到 为什么大家不敬呢 为什么不能敬对方呢 计较自己的感受 都在喜欢跟不喜欢上面计较 你的利益跟我一样 你就跟我同一个党 你的利益跟我不一样 你就是另外一个党 另外一个族群 你再对 你只要不跟我同一个族群 我就说你错 跟我同一个族群的 再错 我都说他对 你看公平 公正 就没有了 都为师 师呢 就是呢 喜欢跟不喜欢 好物 顺自己的好物 追求这个 对立就产生 严重的对立 没有学佛的人 我们可以理解 学佛不能这样 一定要在这里 把对立跟冲突放下 我们这个团体和谐 别此恭敬对方 大家有做错的 不到位的地方 寒荣 就像刚刚 学人跟大家报告的 理解 同理 虽然我不同意 但是同理 对是非 善恶 邪正 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但是呢 不放在心上计较 这就是寒养 这就是素质 不是说 是非善恶 邪正 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是愚痴 学佛是学智慧 不是学愚痴 所以当然 要分清楚 是非善恶 但是呢 决定不要计较 我们学习 认识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主要的目的是 在修正我们自己 别人对不对 从形象上 我们可以区别 但是从存心上 我们不知道 所以不能随便地批判 所以人与人相处 做事 有如法 有不如法 怎么办呢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对事 对事 不对人 就那个事 不如法 我们把它改过来就好了 改了就好了 人 不要批判 因为人 他只要一改 他就是好人 过能改 归于无嘛 所以犯错 犯错 犯错改就好了 不不计较 讨论 就是对那件事情 本身去做讨论就好了 把是非善恶 邪证理清楚 以后有错的 不要再犯 有对的 保持 这样就好了 对的 我们赞叹 错的呢 错的改掉就好了 不要说 寒荣就可以了 不要去争 不要拿别人的错误 来证明我是对的 这刻薄 就拿他的失败 他的错误 来抬高自己 证明我是对的 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学了佛了 不能在这里 增加我值 增加我见 不可以的 那是严重的退步 那是不静 所以为什么印竹教人 越承越静 路道的基本条件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对这个意理解得太浅 多半是在形式上执着 一套一套的礼仪 好像很完美 但是呢 心里面充满对立 甚至于 在这个表象上面呢 计较 计较 而这个不好 所以 如道 佛道 从蹲后下手 带人就一个字 后 什么叫后呢 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好 大家想想看后不后 不后 为什么是应该的 你对我不好 我对你好 就后了 甘地 印度 近代的一位 圣者 他是被刺杀的 他在一次的这个活动 公开的活动 他在公园里面 参与一个活动 突然呢 有一个异教徒 拿了一把枪 对他开枪 把他给射杀了 他在突如其来的这个 刺杀 发生在他的身上 他第一个念头 他倒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 他在为这个凶手 祷告 请神赦免 这个凶手的罪过 你看 他在灵命中的时候 还在原谅 刺杀他的人 这叫后道 也就是他的 了不起的人格 是在这个地方 显现出来 纵使 现前已经面对 生命的威胁 还对威胁 我们生命的人 慈悲 原谅 所以我们学的佛 每一天都要去观察 我们自己 我还有没有 不能原谅的人 不可以 因为这个人 你不能原谅他 他就是你的边 他就是我们往生的障碍 因为你不能原谅他 你要跟他讨 讨还 讨债 他在什么地方 还你在呢 六道 所以你要陪他轮回 你要跟他共业 不值得 怎么样呢 放下 不要计较 心量打开 对人家后 他折磨你 你护持他 他毁谤你 你赞叹他 他处处跟你作对 你处处 你让他 他不跟你合 你跟他合 这就是后道了 分能之 过 不分能之功 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我不傍人 而任人之傍我 心平气和 所以修行 修什么呢 修一个平字 将平常心 平就是心没有起伏 这刚刚说的 消归自信 因为自信是清净的样貌 这是功德相 浮躁 是罪业的象状 心不平 怨人 埋怨人 这个人不好 那个人也不好 看这个人不顺眼 看那个不习惯 想要报复这个 想要修理那个 要让这个人好看 绝对不能原谅他 他太可恶了 这是罪业相 这个不是功德相 功德相是平和的 是如如不动 功德是定会 持戒有功 德定叫德 德定有功 修定有功 开会叫德 所以功德是在定会当中说的 以定会立 相辅抹愿 魔愿 怎么降服的呢 定会才能降服 这是功德相 德为妙法 成最正确 这是学佛的路线 所以呢 第一个要平的是自己的心 这是内学 而不是外 静跟远 是我们历史练新的媒介 我们刚刚说 活在这个世间 好的 不好的 都不要计较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夜报 是我过去生修的 夜果 成熟了 我就得受 不是偶然的 也不能侥幸 所以在这个世间 没有偶然的事情 没有 它会发生 一定有原因 从果报 去推 去推 原因 果报 去推 原因 人就会理智 就能够理智的 随顺 果报 因为它必有原因 有果必有因 而从原因 去推 果报 人就会有智慧 这叫 生性因果 最时常 结果来了 要在结果上 去推原因 为什么这个人 找我麻烦 为什么这个人 跟我过不去 他为什么 不跟别人 过不去 因为我过去 跟他过不去 一定是我过去 找他麻烦 所以他现在 这样对我 这笔账 还完了 还完了之后 下次遇到 好朋友 大家就是好朋友 不就好了吗 聊一笔账 绝对不能再怨恨 修行 这叫历史练心 所以那个是 是让我们历练的 不是让我们享受的 所有一切事 都是给我们 炼新的媒介 不是让我们享受的 一般人的颠倒想 是 境界是让我享受的 这是颠倒 那他有享受的念头 就有爱 就有爱取 就造成有 刚刚讲的 十二因缘法吗 那就造成轮回 那是轮回心 那是颠倒想 那么既然 我们现在要跳出轮回 知道 这个没完没了 我们知道了 知道要做 要做出来 要从这个爱跟取这里 断掉 把它截断 一个截断 它就连不上去了 这个蛇银圆的 这个圆圈 一个地方被剪断 它就打开了 从什么地方剪断呢 刚刚讲爱取有 这三个 有我们做不到 有那是圣人才做得到 就是他有爱 他有取 他不落印象 这个我们一般人做不到 所以有 我们也不能下功夫 我们在爱取上面下功夫 在爱上面下功夫 比较不容易 因为我们有习气 七情五欲会起来 那叫习气 可是呢 你可以让他不要取 不要付诸行动 不要让他 发展出来 这叫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就绝不要持 他绝得快 对立心起来了 阿弥陀佛 不可以 不可以对立 阿弥陀佛 为什么会跟他对立呢 第一个感受 阿弥陀佛 我很计较 他给我的感受 他给我感受 很不好 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那么计较 糊涂了 放下 不要计较 看淡 修行是在这里 当下 跟这个人的对立 立刻能转 这个叫什么 叫功夫 脑上告诉我 放下是功夫 这个就是功夫 修行的功夫 是在这里看 一转 回归自信 那自信 亲近的样貌吗 这里面就有功德 这里面就有定会 就定会 就在这里 慢慢的增加了 要提升 那才能降服魔怨 不能怎么降服魔怨 所以这样子在做 每一天这样做 叫做什么呢 叫清修戒定会 叫熄灭贪生痴 这是三五漏学 学佛的人 哪有说 每一天干的事情 离开清修戒定会 哪有这样 那怎么能成为一个学佛 那是挂个名而已 那挂名不行 所以必须在这里练 练心 所以不是享受人生 是历练人生 美好的人生 让我们历练不要骄傲 不要贪着 所以历练说婆 不是我在这个世间 很苦很苦 我要离开 在这个世间 每一天都有人称赞 每一天都有人 供养 供养你 都有人巴结你 赞叹你 你还是要往生 这叫历练说婆 在逆境当中 厌离 在顺境当中 也知道厌离 为什么假的 不是真的 这叫看透 这就有深度了 所以静跟远 确实没有好丑 他是来练心的 怎么会有好丑 好就练不要贪 丑就练不要撑而已 他哪有好丑 他所谓的好丑 是我对他 有颠倒的执着 顺着我的 我认为是好 不顺着我的 我认为是丑 那从自信的角度来看 哪有好丑 不都是练心的 抵立心的媒介吗 所以静远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就我们心计较 他就不就好丑了吗 不要计较 他不就没有好丑了吗 那不要计较 没有好丑 你心如如不动 清静 会产生对这个境界 什么样的心境呢 我告诉大家 感恩 你会有满满的感恩心出现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境界居然 来帮助我成就 善缘帮助我成就 恶缘帮助我成就 所以有没有让的心呢 没有了 连那个让的心都没有 感恩 和从这里就出来了 这就是和 六和 那我们这里的注重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认识 这叫见和同结 对李静的认识 都相当的清楚 让嘛 具体就在让嘛 所以首先要降服自己的感受 贪着感受 你要 我也要 那你要我也要 那又怎么样呢 就争了 那就看手段了 轮回业就出来了 为什么因为这是轮回心 这个心 这个心不是 不是 智慧 充满 罪业的相撞 我们能不能认识他 好 所以我们看老后尚一生 所表演 所表演给我们看的 于人无争 于事无求 教我们认识 教我们认识善恶 认识邪正 教我们断恶修善 但是呢 不计较 人家的恶 分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放在心上 决定不放心上 清楚明白 清楚明白 叫智慧 不放在心上 叫定功 叫禅定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现在是 看得很清楚 可是放在心上 很计较 对别人的过失 很不能原谅 有非常坚固的好胜心 想要赢 不能让对方再一点点便宜 我不能输 学了佛了 也要赢 要赢什么呢 我懂得比你多 你懂得比我少 所以有一次 有一个同修 他在一个活动里面当接待 刚刚学佛 很客气 很谦虚 那么他当接待 他就开车 那么 学人正好 搭到他的车 我们就问他 你学佛多久了 他还不好意思 他说 我才一年 我学佛才一年 很不好意思 觉得自己很之前 我告诉他 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 学佛两年 佛在天边 学佛三年 化出后云烟 我说你比我强 因为你去 你现在心里面有佛 处处恭敬人 处处觉得自己不如人 你一开始学习 状态都很好 越学怎么样呢 懂得越多 开始计较了 这个人 这个人也不如法 那个人 理解的太前 都在计较这个 不在计较世间的明文立养了 计较道理 特别计较道理 特别真道理 请问 有没有 得到佛法的好处呢 我们就知道没有嘛 我们只是换一个对象 真而已嘛 以前真名真利 现在真道理 那真道理的结果 其实还是真什么 希望人家恭敬我 李静嘛 希望争取利跟静嘛 这个还是轮回业 还是轮回心 所以这个要进一步怎么样 把他再放下 学越多 越谦虚 那理尽别人 好 这个人好 好在哪里 清清楚楚跟他学 他十分里面 只有一分好 我就学他那一分就好 他就是我那一分的老师 不要去挑他那九分的毛病 挑九分的毛病 为什么呢 因为我心量太小 你就看他那一分好就好了嘛 何况很多人是九分好 只有一分不好 我们去扩大他那一分 我们去扩大他那一分 那就显得我们非常的刻薄 不能容忍 而心量非常的小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人家九分的好呢 要去说人家那一分的不好呢 在论语里面 有一个人叫孔文子 这个人不好 家庭关系弄得很不好 家庭关系弄得很不好 私生活也不好 可这个人过世的时候呢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嗜好 叫文 是文 那个文是很好的嗜好 很美的嗜好 就是概观论定的时候呢 在他这一生啊 把他的行仪做通盘的检讨 然后最后给他一个概观论定的评价 就是文 古人有嗜法 就是定他的嗜好 定文 子贡衡 觉得很奇怪 就这个人不好 为什么他的嗜好这么的美 问孔子 孔子告诉他 他说这个人呢 有两个优点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那就是这两个优点 敏就是这个人很聪明 我们知道一般很聪明的人 不太好学 因为仗着自己聪明 一个人不一样 这个人聪明但是好学 再来呢 不此下问 我们一般人啊 地位高就很难问地位低的 像我们这种 挂了老师的名字 就很难去问人家学生 我们就变高傲了 不行 经验多的就很难问经验少的 年纪大的就不太想去问那个年纪小的 这是什么呢 这都是障碍 可是这个人不此下问 能够问比他经验少的 能够问比他年纪小的 能够问比他身份低的 他有这两个好处 所以给他文的嗜好 你要注意哦 他有满身的缺点 可是尚能看到他的两个优点 所以古人在注解这段书的时候 用了八个字 不莫为善 宜其险恶 圣人啊 不去埋没人家一点点的善 可是却可以忘掉 不计较 那个宜就是不计较 可以忘掉人家很明显的过失 你看这就是后道 我们跟圣人不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呢 我们计较人家很微小的过失 把人家很大的好处给忽略了 为什么呢 心量狭小 这样的人 不能敢得 人才 这样的人做领导 团体 会凋零 没有福报 因为他不能容忍 因为他不能容忍 我们要学 就在这里学 包容 人家有 人家有一点点的优点 用他的优点就好了 赞叹他的优点就好了 同理心 用一个同理心 来跟人相处 这就是李静 所以李静诸佛 普贤十大愿王排在第一位 这一条没有 这一条没有 后面九条都没有 儒家的李一开端 驱离 第一条无不静 就是讲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李的体是静 我们就要好好地去培养我们那个静 从让开始培养起 让什么呢 让掉烦恼 让掉感受 让掉计较 脱开心量 消弭对立 化解冲突 那 学佛越学 对立越少 看顺眼的境界 看顺眼的人越多 很多 的进步了 好 我们从这里来反推 反思自己的功夫 有没有进步 这样就好 不要去看别人 因为别人我们看不准 有很多佛佛菩萨 那是现在这个世间做负面的 教导 很多 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要随便批判 我们就毫谤圣贤 所以人家有没有过失 我不知道 那我自己有没有过失 难道自己还不知道吗 要知道 所以很具体的在让上面 要做出来 让 财务清 愿和生 言与忍 奋自民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 虚如法身火 念头不死 法身就死 那法身要火 念头就得死 那念头为什么能死呢 不计较 从不计较做起 忘念为什么分飞 因为天天计较 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习惯 所以这个跟往生 都可能造成障碍 当然 法师早上为了鼓励我们 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很慈悲 五尼十二 灵中忍悔 都往生 这是 确实是 愿意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能够侥幸吗 那我们天天造 天天跟人家对立 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习惯 好 好 然后跟人家说我改天就要往生了 好 能不能做到呢 很难 一般都是糊里糊涂 为什么临终 为什么临终糊里糊涂 因为现在就糊里糊涂 临终为什么可以清清楚楚 因为现在就清清楚楚 难道自己错在哪里不知道吗 不知道就是糊涂 什么样的作为有理尽 什么样的作为没有理尽 难道自己不知道吗 确实大多数人在这个上面有误解 所以光是这一条和怎么落实 所以和决定不是 浮烂的 这后面会讲到 对的也说对 错的也说对 那何必学呢 学就是要认识对跟错 可是认识对跟错 是要让我们做什么的 断恶修善 让我们自己修的 那我现在却拿来跟人家计较 跟人家争 作为征营人家的本钱 那不是冤枉了学佛吗 不可以 这个绝对要放下 所以讲到这个让字呢 我们先开那个注解 后面就是这一个讲表的背面 大家翻到背面 背面有三个圆圈圈 我们先看第一个圆圈圈 刘毅庆 是说新语 是说新语是刘毅庆编的 里面有一张叫做正玄让柱 正玄是东汉的大儒 很有名 很有名 大家很多人学儒的都知道 至康城 叫正康城 这个人 这个人呢 讲到让了 那这段故事呢 记载在是说新语里面 我们来看这一段 正玄图 正玄渡春秋转 正玄渡春秋转 学人先把背景跟大家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郑康成 很多人知道他 他跟东汉的学者马荣学习 马荣的本领全部都被他学到 马荣讲学的时候派头很大 他在这里讲学 他后面有乐队 这个人派头大 他一边讲学 后面乐队边奏乐 他要听音乐讲学 就是我们现在讲放背景音乐 但是不是秘密之音 而都是雅乐 但是这个人派头很大 郑康成在他坐下三年学习 眼睛从来没有看后面的乐队一眼 眼睛都看着老师 就是他不分心 那个乐队演奏 有女子在演奏 从来没有看一眼三年 所以马荣知道这个学生 把他的本领通通学到了 砖 这就是恭敬 这就是真诚 所以恭敬跟真诚 另外一个样貌 从哪里看呢 从砖 教之道跪以砖 就早上法师说的 念佛听自己的音声 读经听自己的音声 射心 把心收射住 读射六根 敬念相继 地主规有没有提到这个呢 有 地主规讲 读书法有三道 心 眼 口 性 皆 药 心 道 眼 道 口 道 这三个道是什么呢 是堵塞六根 他就举三个而已 六根里面他举三个 必须堵塞 那就是正康城 专 他没有分心 那些境界在那里 他没有分心 所以呢 他把马荣的本领 完安全学到了 马荣的缺点呢 他没有学 他学他的优点 完安全把老师的优点 学到手 离开之后呢 老师很感慨 告诉学生 告诉他的其他的学生 他说 无道 东移 我的道 已经往东边去了 就是正康城 是山东人 他回到山东 所以老师很感慨 这个学生包的本领 全部学走了 老师知道 后来呢 他骗著六根 因为学问大 而且发心 所以呢 经典几乎他筑片 筑片群经 当然包括春秋传 就是呢 春秋经 他要筑节 已经在准备了 就收集 自己有一些见解 写下来 把这些 这个筑经的 这个意见 写下来 已经在准备了 你看 正选御筑春秋传 尚未诚实 就是呢 还没有 书还没有写完 写的大多数了 不是说还没开始 开始写的大多数 书尚未诚实 行与福子圣 这个福子圣呢 下面有两个小字 叫福钱 那个子圣是他的字 幸福 名钱 智子圣 这个也是东汉的学者 名气当然没有 郑康成那么大 但是呢 也是一个有名的学者 叫福子圣 福钱 就是呢 在一个旅馆 与福钱 不齐而遇 然后呢 树克圣 这树克圣 就是说呢 在那个旅馆 我们现在 我们讲旅馆 以前叫客栈 因为都是外出嘛 投诉在客栈里面 鲜味相似是重要 两个人 以前没有见过面 第一次见面 所以各不认识 彼此 那郑康成不认识福钱 福钱也不认识郑康成 两个人不认识 下面呢 他讲福在外车上 这个福子圣呢 坐在车子 就是店门口的车子上面 可能要离开了 可能是这样 坐在外车上 就是呢 客栈外的车上 我们大家想 这个店啊 大概不大 可能以前能搭个棚子啊 那就可以做生意了 那么 与人说己住转意 他在跟一个朋友谈 他要住春秋转 的那些构想 大家知道 你看福子圣呢 他在门口 车上跟朋友谈 要住春秋的那一个 一些想法 结果呢 玄听之良久 郑康成正好在那里吃饭 然后呢 听到他们在讲 那一段对话 就知道福子圣 要住春秋 然后呢 要有这些构想 他就听到了 好了 我们先想看 两个都是学者 那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我发现你也在做 好 一般人会怎样 一般人就争了 我怎么可以输给你呢 还好呢 争的发表 我一定要在你前面发表 不然呢 人家会以为我抄你的 一般人都是这种想法 尤其是学者 对自己的学术地位 看作自己的生命一样 不容人家践踏 也不容人家藐视 希望抬高自己 贬低别人 那么正康成 听到了 他 福子圣 要住春秋经 你看跟自己一样 自己当时也在住春秋经 多于己同 意见也跟我一样 就很多的见解 都跟正康成很类似 我们叫雷同 那为什么呢 学问到了嘛 学问到了 看事情 我们叫英雄所见 大略相同 所以他下面讲 他说 旋旧居 与与约 那个旧就靠近 正旋就靠近那台车子 跟这个福子圣说 因为两个不认识 不认识啊 那就冒昧的去 跟他这个上前 跟他打个招呼 跟他说什么呢 他说 五九欲住 尚未了 你们刚刚不是在谈住春秋吗 我是一个学者 我也很想住春秋 就我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构想了 可是呢 我还没完成 写的一半多了 还没完成 尚未了 就是还没完成 听君相言 多于无同 这个相就是刚刚 就过去 就是我听到过 刚刚你跟你的朋友在谈 你也要住春秋 而且呢 我们两个的意见 很雷同 你的这个看法 跟我的看法差不多 多于无同 下面呢 今党竟已所住与君 哎呀 我找到知己了 我现在呢 应该要把我做的这个注解 现在这些资料 全部都给你参考 我不住了 给你住 让给你住 大家想想看 我们有没有这种哑量 如果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资格学佛 我们丧失了学佛的资格 为什么呢 因为儒家我们都学不了 正康城是儒者 尚且都能做到 何况学佛 我们一般人是自己好 能够也帮助别人好 不错啦 可是怎么样呢 你的好不能超过我 你的好要超过我 我不能忍受 可是正康城不是这样的 别人的好 我帮助他更好 甚至超过我没关系 让你出名 所以呢 春秋就没有正康城的注解了 这个人 遍注六经 就是没有注春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让给了福钱 所以他下面 遂为福是注 就是呢 春秋传后面传下来的注解 就是福钱的注解 你看正康城有这种雅量 所以后来东汉末年 黄金贼作乱 你要看这个 从这一个 这个刘亦庆的这一个几句话 施作虚拟都很短 故事都很短 我们从这几句话看到什么呢 正康城真的是一个有得横的人 非常高的得横 因为他完全没有争论的心 儒家的精髓 他学到了 他不是只有光说不练而已 不是 他做到了 不是说这个书本的知识 很丰富 那个不起作用 那是增加邪见 他是真正降服自己的傲慢 降服自己的 明文立扬的心 所以呢 他自己有好的意见 不自己出头 让给福钱 这个人第一次见面 不认识 听他一番话 很有见地 就把自己的注解 完全让给他 提供他做参考 没有尝试 所以后来 黄金贼作乱 打到山东 郑康城 外出 遇到黄金贼 人遇到盗贼了 黄金贼一问之下 知道他是郑康城 所有的人下马 跪拜 给他礼拜 而且问 他的家乡在哪里 山东高密 黄金贼 相约 不犯高密 就是你正康城 在的一天 我们绝对不敬高密 你看这叫德恨 能够射受 杀人不眨眼的盗贼 我们相信他的德恨 非常的高 为什么呢 没有别的 他做到了 他把孔子的温 凉 公 减 让 做到 他不是只有耍嘴皮子而已 真做出来 这是什么 这是智慧 这个不是知识 知识是什么呢 知识是 生死业 是轮回心 是迷了的智慧 而智慧是什么呢 智慧是觉悟的知识 知识是带着烦恼的智慧 智慧是放下烦恼的知识 他就差别在这里 所以从正康城的这一段 我们看得很感动 老实上告诉我们 我们 遇到很多不同宗教的人 天主教 基督教 他们在这个社会上 办了很多的慈善事业 他们做老人院 做孤儿院 他们做医院 照顾这些弱势的族群 请问我们佛教徒 遇到这些 我们应该怎么来 面对这样的一个 社会的一个 慈善的一个现象呢 老实上告诉我们 帮助他们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帮助你做得更好 你办老人院 我也要办老人院啊 可是你已经办得很好了 我还要不要办 不要 一般的人 有一个想法 你办得很好 我也不会输给你啊 我佛教也不会输给你啊 就要跟人家竞争 老人家不是这样教我们 老人家教我们 他已经办得很好 我们还要不要办 我们就不要办了 我们做他的股东 我们入股就好了 我们送资源给他们 让他们办得更好 你看 这就是正玄让助的 一曲同工之庙 让 明让给人家 因为人家已经做得很好了嘛 我们也要做这些慈善事业 随喜他 加入他 壮大他 成名不一定要在我嘛 如果一定要我成名 那不是增加我值吗 这个不是佛法 佛法是平等法 是无我的办法 老人家做给我们看 所以一点争论的心都没有 人家好 希望他更好 我支持他 我不就没有名了吗 对 明让给他 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引人之恶 不引人之善 大心量 那我们从正玄让助这里 看出来 正康成 太了不起了 这是学儒的 我们看学佛的 第二段 廉词大师 诸窗二比 这是廉词大师的著作 诸窗水比的第二册 叫诸窗二比 印宗法师 里面也有一段 叫印宗法师 做题目 印宗法师大家都知道 跟六祖 慧能大师 同一个时期 岭南的第一大法师 这大家都知道 他就讲印宗法师的故事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个 诸窗水比 文章也很短 我们现在学文言文 大家也不妨 从这些很短的文章 开始学 而且这些祖师 这些文章 都有道 也就是我们在学文字的过程当中 也学到道 这就是文言文最好的教材 那对初学的人来讲 它是浅的文言 而且因为字不多 所以呢 很容易阅读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学 我们看这一段 六祖既受黄梅信印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 大家得到了五祖的一波 他在五祖方丈事里面开悟 五祖给他一波 把他怎么送走 叫他赶快逃 逃走 大家想想为什么 因为有人要争 斗争千故 大家想想看 一波能不能争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 它代表修行的成就 世间财物 我们可以夺 世间的地位 我们可以争 可是修行夺不了 也争不了 比如说别人有修行 我能不能把它夺过来 变成我的修行 不能 不能 修行是非常实在的功夫 你放下一分就得到一分 一点都不能骗人 不但不能争 而且不能冒充 所以修行是非常实在的 很现实的 真的你功夫用一分就得到一分 所以人家知道我们要修 人家不知道呢 我们也要修啊 因为我的修行 跟他知道跟不知道不相干 所以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 会不会一直想要让人家知道 不会 为什么他心是平的 因为你知道我要成就 你不知道我也要成就 所以大家秘密的用功 修行用的都是内功 他不能夺取 他也不能嫉妒 也就是说你修行的功夫很好 我嫉妒你 我能不能得到 不能 不但不能我堕落 我嫉妒你 我能不能障碍你 不能 所以他是不能夺取的 这个很清楚 所以一波不能夺 可是很多人为什么还要夺 没透 没透 对这件事情完全不了解 不知道让 以为要争就能变成我的 不可能 这些大家要清楚 命运 确实是有 我们刚刚讲十二因缘法 大家知道 佛法 承认宿命 因为我们都是代业来的 那叫宿命 可是不承认定命 告诉我们命可以改 靠什么呢 修行 靠真实的修行 放下一分 就得到一分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得 这件事情是最公平的 所以六祖配了黄梅的心印 就逃了 逃走之后呢 你看下面 隐于图列 雍建 一十六年 你看 藏圆有多么的大 你看那个基督障碍不得了 隐居 隐在哪里呢 猎人堆里面 图列 猎人当然要杀 他就隐居在那里面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隐于图列 雍建就是呢 他为这些 屠夫列人 做帮佣 一代祖师啊 大家要知道 开悟的圣者啊 他做什么事情呢 雍建之事 打杂的 服务的工作 那个建 是没有地位 雍就是仆人 他是做那一类的事情 而且服务的对象 是猎人 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忍辱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 你看这每一个字 都是我们要学的 重点 我们现在一点点成就 不可一世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可是六祖 完全没有这种习气 为什么呢 他见性了 怎么会有这个习气呢 性德里面没有这些 那知道没有这些 我们现在学怎么样淘汰 要把这些习气淘汰掉 不要再养它 怎么样不养它呢 起的这些习气 要感到惭愧 要感到忏悔 时时忏悔 时时发愿 时时回向 忏悔完之后就是发愿 因为忏悔的功德 注意忏悔的功德 可以回向往生 那何况是持戒念佛 连做错事忏悔都有功德 那个功德都可以回向往生 何况持戒念佛 那都是祖师说的 所以呢 忏悔完之后 忏悔就是后不再造 改掉 起这些念头 责备自己 决定了自己很讨厌 你就改了 而就叫忏悔 忏悔完之后发愿 怨生极乐 所以那个发愿文不是滑口这样念的 不是 你真改了 改过的善 是最大的善 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善莫大的意思就是 没有善比改过的善更大 改就好了 这发愿 再来回向 万善回向西方 只修福不享福 享福就没有清净心了 清净心的自受用就不见了 只修福不享福 这发普利心 福报呢 福报给众生受用 就是慈悲 慈悲就是福报的他受用 福贿的他受用都是慈悲 所以你看一六祖 他就做这些事情 一十六年了 不是短时间 十六年的时间 能够藏得住委屈 能够受得了委屈 受得了冤枉 你看他的心很平 有没有 没有竞争的心 所以真成就的人 长得什么样子呢 老老实实 像贤公和尚这样 平平和和 敦厉害的心 敦厉害 敦厉害 极为谦虚 那这十六年就这样过去了 后面他想 后至印中法制讲习 到了光孝市 广州 印中法师在那里 讲经已经很久了 宁南第一大法师 到他的讲习 出风反雨 风动反动 两个行者在辩论 你看这也在争吗 这也是争吗 对不对 一个人争风动 一个人争反动 六祖呢 忍者心动 六祖没有真 六祖告诉他们 那是心动 你们心动 你看 争端就平息了 这是什么 这是真正的功夫 这是智慧 所以见性的人 确实不一样 三言两语 为什么人家没有真 我们有真 就一定看不懂 一定体会不到 或者气不露 因为方向完全错 怎么气入人家的境界 人家是不动的 我天天大动 怎么气入呢 人家是清净的 我是染污的 人家是平等的 我是高下的 那怎么气入呢 所以出风凡雨 印中文而言路 这个印中法师 确实也不简单 他知道 一听 这个一定是 开悟的人说的话 请他进来 那个言就是请 请他进来 这个 跟他谈话 极为替染 就帮他替度 这出家人的衣服 染色 染 然后呢 请 离请 声作说法 哎呀 这个不简单 帮他替染 是他的替度师 对不对 回头过来 拜他为师 请他声作 而且呢 说法 自己做他的学生 哎呦 我们做得到吗 印中法师 就像 我们在一个地方 讲学 已经是这个地方的 宗师了 结果有一天 出现一个人 比我厉害 我能够 拜他为老师 让他能够 水涨船高吗 把我的成就 全部给他 我们能做到吗 不能 我们的心量 就太小了 这个是不能够 与佛相应 所以印中法师 做到 所以我们佩服的 五体投地 我们想到印中法师 大家就知道 争论的心 就要平复 而且呢 这样就不会 嫉妒人才 能够帮团体 举拔人才 能够为国家 举拔人才 这需要心量 所以人才 为什么 不会被埋没呢 是因为有人认识他 什么人认识他呢 心量大的人 所以谁可以用人才呢 心量大的人 可以用人才 心量小的人 不能用人才 而用人才 团体才会有福报 所以大学里面讲 有德是有人 那个德就是德行 人就是人才 有人持有土 有土持有才 为什么讲土呢 因为所有的资源 都是土里面长出来的 谁来帮助这些资源 开发呢 人才 谈的都是这些 这就我们都要注意 我们今天 学佛 我们做的是 佛的事业 佛法的事业是什么呢 是帮助一切众生 觉悟 这叫菩萨道 帮助 帮助 正法 救助 有人学教 教里面有理 有谈这个理论 还有人修行 还有人正果 我们现在讲 有人往生 这个就是正法道场 这叫佛教的事业 所以佛教的事业 要发展 需要人才 第一个人才呢 讲经说法的人才 我们要培养 要投资 百年数人 我们现在开始投资 多久后看到呢 一百年 至少要三代 我们现在不投资呢 永远没有 所以要投资 所以第一个 培养人才 所以不能嫉妒人才 要帮助人才 有最好的修学环境 我们照顾他们 让他们能够 提升 所以老和上半 和学院 我们要支持 把人才送过去 安顿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能够 得到最好的照顾 我们为谁培养呢 不是为敬宗 为全世界 为所有的宗教 为所有的法门 培养人才 这就是印宗法师的精神 所以印宗法师 相当的了不起 我们从这里看到 学佛人的风范 那时候是圣堂 历现在一千 一千年的历史 我们能不能让圣堂的 这一个风范 在这一个 武卓二世的末法时期 再度兴旺起来 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 因为这是报恩 就是这个 先师长 追师会 最好的报恩 就是这个 这个没有成 没有进 没有迁 没有和 做不到 我们不嫉妒人才 甚至于 我们把自己的名 把自己的利 全部都贡献给这个人才 让他出头 所以印宗法师在这里 把让做到了极致 完全的让 为什么呢 他后面有讲 你看年事大事 他说 人知六祖之为 荣天推出仪 就是大家都知道 六祖是荣天推出 荣天推出什么意思呢 六祖没有潘元新 开悟的人 怎么会有潘元新 佛法是内学 所以在佛门里面做事 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做事 因缘 不是喜欢 不是不喜欢 在佛门里面做事 绝对不是喜欢不喜欢 这为什么做事 因缘成熟的 不是我喜欢做 我不喜欢做 不是 完全是因缘 所以他在 猎人队里面 十六年 因缘成熟了 荣天推出 所以大家真的成就了 要不要怕人家不知道 不用 因为佛菩萨比我们着急 他会把你推出 我刚刚说的那个是比喻 佛菩萨也不着急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人成就了 没有出名呢 老实上告诉我们两个原因 第一个 自己还有障碍 第二个 众生的福报不够 就这个原因 众生的福报够了 自己的障碍也没有了 隆天推出 所以自己不要操心 不要去攀缘 不要一直想要让人家知道 福福照照 要去广告 搭不得人家不知道 那不行 这是福照的心境 所以六祖是隆天推出 大家都知道 这个很清楚的 可是为之 印中之不可及也 但是很少人知道 印中法师 境界也是相当高的 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就是不可及也 就是一般人做不到 意思就是说 印中法师 也不是普通的人物 也是佛菩萨 那一类的人物啦 这一般人就不知道了 这连池大师 他下了这么一个评语 这要我们学印中法师 六祖我们未必学得到 因为六祖以前没有六祖 六祖以后也没有六祖 这个我们未必学得到 可是印中法师 我们一定可以学得到 只要我们把信念打开 让到底 而不争 能够为佛门找人才 为世界和平找人才 这个我们学得到 这个我们学得到 所以 位之印中之不可及也 其字言 毛甲讲经 犹如瓦利 仁者论义 犹如真经 这个他自己跟 六祖会报 他请教六祖问题 六祖给他回答 完了说他佩服了五体斗地 他说 毛甲 毛甲就指他自己 他说我讲经 就像沙土一样 瓦利 那个石头 人家不要的石头 而仁者呢 您 所说的经 就像 真经一样宝贵 我跟你比起来 我像石头一样 你是真经 我是石头 谁肯贬义自己 都是压别人 甚至于呢 我真的不如他 我还要说一两句 酸的话 来酸他 这一般人都有这种习性 但是印中法师没有 完全没有 而且大家不要忽略了 他是岭南第一大法师 而且年纪 比六祖还要年长 心多贫 他能欣赏人 能够找人家的优点 这叫礼敬 这就是和 佛法才会兴旺 这就是生战身 所以他下面讲 他说 福印中 九谈经论 注意这个九谈经论的九字 他已经是一个 非常资深的法师 你说这些经 他讲得不好吗 讲得很好 九谈经论 你居然先辈大法师 他是前辈的大法师 了不起 而怎么样呢 而使 我慢之情未旺 圣父之心上在 安人 尊贤重道 舍己从人 他如果 他讲经 没有用真的功夫 降服自己的我慢 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 他怎么可能 能够做到 舍己从人 尊贤重道 到这样的地步呢 做不出来的 这个不是装的 这个装不出来的 这是真功夫 意思就是说 他讲经 有没有白讲 没有 他讲出来的经 他都做到了 这个人讲经 就没有白讲 这个人把理论 落实到生活里面去 真了不起 这是真修的人 所以他的我见 已经忘了 我慢之情 没有了 圣父之心 没有了 注意那个圣父之心 学佛 圣父之心 我们要把它摆平 带着圣父之心 学佛 这个人 也做实善 做实善 可是带着竞争的心 做实善 果报在哪里呢 修罗 那个圣父的心 把他的实善 品质下降 为下品实善 就是他那个实善的品位不高 为什么呢 带着竞争的心 你好 我要超过你 竞争 这是修罗的心 佛没有这种心 修罗有天之福 可是没有天之德 连天的德都达不了 何况身闻圆绝 这个我们要清楚 所以他说呢 印宗法师 圣父之心 没有了 往下看 六祖故古佛之流亚 流亚就是同类的人物 六祖固然是古佛内内的人物 真的不是假的 而印宗呢 以六祖之仇类也 印宗法师 也是六祖内内的人 不然他做不出来 那六祖是古佛之仇亚 是流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放下其心动念 他是真的成佛了 见性了 他那五句话 把性长得什么样子 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见性了 真佛不是假佛 可是呢 印宗法师呢 也是六祖内内的人 我们不要 误解了 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在做表演 在为我们演什么呢 生战神 洛耀佛法星 唯有生战神 他在演这出戏 所以他说 圣贤聚会 其偶然而已在 圣人 圣贤聚会在一起 这不是偶然的机缘 这是什么 这是众生的福报 那众生没有福报 怎么办呢 我们替他修福 众生不懂得修福 我们要懂得替众生修福 但是不可以享福 把福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让这一个多灾多难的末法时代 能够恢复安定 和谐 和平 这是老和尚 教导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要报恩 纪念先师长的这一个教诲 我们要在让当中 做出最好的榜样 礼尽诸佛 称赞如来 礼之用 何未贵 我们明天还有三个小时 我们明天再继续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